土城医院前 医护团队及土城区里长和区长等人 大家卡位准备拍摄照片 医护紧绷的心情稍稍得到放松 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延烧 为了鼓励医护严守防疫第一线 日行里里长吴姓平号召志工 制作了500颗元气弹 送给医护同仁 并且谢谢他们这段时间维护社区健康 我们澎湖第一线这些医务人员真的很辛苦 那我们身为在地方为这些民众服务 也就是有生长这种又紧绷到 那希望可以透过我们这种微博之力 可以为我们的第一线来做一个加油打气的动作 疫情又在让大家更紧张的时候 那我们大家在很忙的时候 那有收到这样子这么温馨的一个礼物 我们的感觉实在是非常非常多 塑胶盒内装着八颗元气弹 平均要花八个小时的时间卤制 里长说疫情爆发以来 大家的心情都很闷 更能想象防疫第一线的医护团队所承受的压力 而他们能做的就是用美味的元气弹 让医护团队感受到大家满满的肯定和感激之意 在我们经过一年大家一起来防疫的 我们都能够顺利平安的度过 那刚好今年桃园的一些业内感染 那很小的一些社区感染发生 我们土城区所有的里长 我们一定来全力力挺 我们这些医师护士做好这些的防疫工作 来保护我们土城 土城医院在当地为我们土城区所有24万人口服务 我们借此用元气弹来给他们鼓励加一个防疫 新冠肺炎传播疫情看不到尽头 不知道何时才能结束 土城医院表示 以医疗人员职责就是守护社区健康 降低民众使用医院的服务需求 他们持续努力也和社区民众团结一心 相信能够挺过疫情感谢土城区的加油打气 记者林立如新北报道